来把它查出来 那么侯端后端要把它查出来应该怎么办呢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order 我们的订单表里面去 那比如说这里是我的这个 下单员 审核员 采购员 库管员 这些都是我的员工 但是呢 如果说我在我们这个订单表里面 加这个员工的对象 我们harmnet会不会出问题啊 在我们这个订单表里面 加上员工 正常情况下 如果说我只有一个 我可以使用左外联关系 把我这个员工信息查出来 是不是 那但是呢 我现在这里有四个 那你是不是要连试测 那如果说你这个订单数据很大 那你连完之后 你整个查询的结果数据很大 查询的结果很大就会导致我们数据库端啊 我们保数据库端 它会有放出更多的内存 来存储你这个查询的结果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不放我们这个左外联关系啊 来查这个员工的信息 我们会使用啊 先把这个 先把我们这个订单表啊 先把这个订单表的信息给查询出来 因为我们是分页嘛 是吧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分页查询完之后 比如说我们是分时函是吧 每页显示石标数据 那我一次就把石标数据都给查出来 可不可以 查完之后 我再来找出这石标数据里面的员工编号 再来进行一个查询 是吧 而且再来进行的查询的时候 我可以过滤掉 如果我的员工编号相同 我就不用再去查了 是吧 只查一次就够了 是不是 因为我们可以使用交往代吗 我们可以把它缓存起来 是不是 当我在查这个员工的时候 这个员工编号已经查询过 那我直接拿出来就可以 是吧 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们去显示这个员工信息的 后端实现的一个输入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做 那我就在这里再加一个属性 叫做Creator C-R-E-A-T-E-R Name 这个我来存储 这个下单元的名称 好 那对应的 这个审核元的 我也给他一个 Checker Name 那这个是选审核元的名称 那还有这个采购元的 我也给他加上 叫做Starter Name 名称 还有库管员的 Name 好 我们再给他加上 GateSite的方法 那接着呢 我们要重写 从这个查询的分页是吧 分完页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查询 补权这个 这个员工的名称 还有一个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工艺商的 工艺商的 我把这些方法 生成的GateSite方法 放到后面去 还有一个 我们的 供应商的 供应商在这里 叫SupplyName 我客户的 加上Gate的方法 这块我也把它挪到后面去 好 这里写好了 那接着 我们又 重写这个 GateSite的 ByPage的方法 那因此 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右层里面去实现 在我们的 Order OrderSpeed里面去实现 那这里 我们就写上 Public Void List ByPage 那这个我就从我们的 BaseDL BaseBeat里面把它 Copy下来 这个List ByPage 那这个是我们的 Orders 这个也是我们的 Orders 把他改一下 把他改一下 那这个是我们的 查询这个 分译之后 把我们这个订单信息给查询出来 我叫Order List 等一 那这个我就可以用SupplyName 使用SupplyName 来查询出来 那最终呢 我会返回我们的这个Order List 那这一步呢 是我们获取 分页后的 订单列表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又询完了 把它每一个 使用我们去查询这个员工 把它名称给查询出来 那么使用到它 那我们因此 我们也要注入 注入我们这个员工的 这个DAO 好 DAO DAO 那还有 我们去查供应商的 那我们也要把它注进来 DAO SupplyName DAO 好 我们给它生成这个SET的方法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又就来循环了 循环 获取 这个员工 的名称 那我们就For循环 这是我们的Oders 我给它一个O 叫OdersList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O.get Creator 是吧 获取这个员工的名号 叫Creator 获取这个员工的编号 那我们进行一个查询 是不是 那么这查询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EMP DAO O.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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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or 这样子我是不是返回我的员工信息啊 那我getName 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员工的名称 然后我O.set 这个CreatorName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放进去啊 好 这样写也是可以啊 然后还有相应的啊 其他的我们都可以给它写上 那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说 我这16数据里面我全是1啊 就像我做的这个数据一样 全是1 你是不是还是寻完多少次去查询多少次啊 那你要让它啊 不进行再次查询 那应该怎么办 所以查询过了就把它缓存起来 是吧 好 那查询过了就把它缓存起来啊 那我们就来一个啊 叫缓存 缓存这个员工 员工的编号啊 跟员工的名称 好 那我们就放一个MAP来缓存它 那我们员工编号是一个Lone类型是吧 那员工名称是一个Stream类型是吧 那因此我可以定义一个这个 EMP name的一个MAP 来放 叫这个Lone啊 然后是一个Stream 好 我们来导一下吧 好 这个是用来缓存我们的员工编号 跟员工的名称 那么Key值呢 就等于员工的编号 Value呢 就等于员工的名称啊 你有一个啊 找一下包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在这里放了 是不是 那我们放的时候 我们要判断一下 比如是不是 比如说我这个员工的名称啊 就说EMP name啊 等于一个空 那如果我这个员工 从这个缓存里面 可以拿到啊 点get 是不是get的Key值 Key值是我们的 员工编号是吧 那我可以通过 o.get creator 是吧 我就从缓存里面去取啊 看到有没有 如果他有 我就取出来直接用 是不是 那我就不用再查了 对吧 如果他没有 那我是不是再查一看 好 那我们来判断一下 if none 整预 EMP name 如果我们没有找到 是吧 这部分呢 是重缓存取冲 重缓存中 取出 员工 名称 如果没有找到员工的名称 那我们就进行查询 是吧 进行 数据部查询 如果没有找到 那我们就是 上面这一部了 是吧 那我说不就是可以得到这个员工的名称了 那我得到之后 我就把它放到 放到这个缓存里面 那下次你再来的时候 就不用再查了 对吧 所以这一部了啊 就不要忘记了啊 我们又把它放进来啊 就是我们的o.get creator 然后这个10 就是我们的EMP name了 是吧 好 得到之后 放入缓存啊 就存入缓存中 好 那下面呢 除了这个creator 那是不是还有很多啊 但是我们回头来想一下 实际上 就是我们只有这个creator 是一个变量 是吧 是一个多变的 我查我这个下单人 还有我这个审核人 确认人 是不是都是根据他的ID 根据他的编号 就能查出来 是吧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抽出来呢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把它抽成一个方法啊 那这个方法啊 我们叫getEMP name 那么首先 我要传这个员工的编号 是吧 有一个ID 那完了之后啊 我还要把这个缓存放进来 那这个缓存放进来 有啥用呢 等一下我们来看 因为我们又更新这个缓存是吧 你查询过了 你就更新一下 所以我们又把它放进来啊 叫EMP name map 那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 我也给大家写一下啊 这个呢 是我们的员工编号啊 这是我们的员工 缓存这个啊 我们把它copy下来 那最终呢 这个方法 我会返回啊 返回员工的名称 那我们这一步拿来干什么 来获取员工的名称啊 好 那下面呢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段 把它copy下来 然后这一个呢啊 我们把它定义一个名称啊 叫Sring name 然后我们的creator 就变成我们的员工编号了啊 好 那这个就不叫all了 也是员工编号啊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 员工编号啊 那最后呢 我们返回这个员工的名称 好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个方法来调了 是吧 前面的这一步 我就不用去写了 是吧 那我在这里呢 set creator name啊 就变成了是 这样子了 对吧 我们的all.get creator啊 然后这个 把我们的缓存放进来 为什么要放进来呢 因为我们要查询是不是 还有除了做判断之外啊 从它里面取出来之外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查询是不是 如果它不存在 我们又更新我们的缓存算 这样子我们的缓存里面 才有东西 好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 我们这个获取到我们的emp name 就可以把它set进来 那这一段我就不要了 那下面呢 我们的set这个 check啊 name就等于 这一段我也把它copy一下 里面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get check了 get check是不是一个编号 员工编号 好 好 那我们all.set 这个start name 就等于我们get emp name 这all.get start name start 那我们的emp name的map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入库啊 场馆员的set 我们的end name 就等于get emp name all.get end 好 那我们emp name啊 map 我们也把它放进来啊 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啊 对应的这个员工的名称 都取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啊 我们的供应商 我们供应商也还没弄 是吧 那么供应商是不是也是类似一样的 只是我的这 掉落的DO不一样是吧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把它copy一份 把它改成是供应商的啊 好 这个我也把它改成供应商啊 供应商啊 供应商 这个也是供应商啊 那这个我就supplier啊 好 这个我也叫supplier 然后这个啊 这个map是这个啊 我们把它放过来 那这个是我supplier name啊 好 好 我们也把它放过来啊 supplier name啊 返回我们的supplier name 那这个呢 就不是我们的empDAO了 是吧 是我的供应商的DAO了 对吧 好 对这个我也要改掉啊 获取我们的供应商的名称啊 多了个U啊 好 那我们这个啊 把供应商我也把它放到这里面啊 供应商的名称 好 三多了一个啊 好 我喜欢有优求的人啊 对 优求比较高会好一点啊 对大家 就是说你们如果对自己优求比较 比较赢格的话 我相信你们的成长会很快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set我们的supplier name啊 就等于我们get supplier name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o.get 我们的supplier有用id啊 那这个时候是应该我们的supplier啊 name map是吧 这个我们还没有定义对吧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外面来定义啊 map啊 也是一样的 blown stit啊 等于new一个啊 好 这是我的工艺商的缓程啊 工艺商的编号啊 这个是工艺商的名称 好 这个我就不要了啊 因为没用到啊 好 那最终呢 我就返回我的这个订单列表里面 就有那个信息是不是 就有上我们那个信息了啊 那下面呢 就到我们的前端改了是吧 我们这个前端啊 我们已经有这个name的 那我们前端里面 我们还有这个id吗 啊 这地方我们还要存这个id吗 就不用啊 直接存name了啊 好我就把它改上name啊 好 那我们保存一下啊 那接着我们来 启动服务啊 还有工艺商啊 好我们来启动 有些东西可能在担心啊 我这个hybernet会不会出问题啊 是吧 我们加了属性 也加了概算方法 但是我们没有配这个硬式文件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启动没报错啊 好我们再来刷一下我们的页面 嗯 报错了啊 他说传了这个50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报了是一个什么错误呢 啊点这边啊 none point是吧 我们注入了这个我们的EMPDAO 还有我们的supplierDAO 但是对应的我们sprint文件 是不是还没配啊 好那这个问题啊怎么去看啊 因为有的同学我发现他 他说哎老师我这个数据不出来 不知道怎么弄 对吧 就我们打开这个这个浏览器啊 把它打开在你访问之前把它打开 如果说你这里有一些错误已经存在了 你点这个把它清掉啊 把它清掉了 然后我们再来刷一下我们的页面 那这个时候他就有个报错了是吧 这是500500是我们服务端报错 我们把它点开啊 点开看哪里的点一下啊 等一下因为大多数的时候 他会自动跳到这个response response你这边看过来啊 有一长串 有时候是这里很长啊 如果说你的这个窗口不是跟我放在下面 你这里可能看起来就是一堆的标签 我们可以点这个就preview preview之后就是完完整整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把它显示成我们的页面一样 把它标签给隐藏了给读取了啊 就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就比较容易了啊 好那下面呢在这里呢我们再把这个我们的 注入进来啊 把我们定用的这个DL把它注入进来 那就到我们这个配置文件把它写上 好这个是我在我们的order里面啊 我们的order是我们的订单里面的 业务层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EMPDO啊 我们把它copy一下 放到我们这个订单里面 还有一个供应商的啊 供应商的啊 我们也把它放到里面去 好那这一回我们再来启动啊 再来访问就应该没问题了 好我们再刷一下这个页面啊 这个我就把它关掉了 还没给我显示的数据啊 没给我显示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报这个server端出错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ID to load is required for loading啊 就这个ID没有值啊 ID没有值啊 所以它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所以呢 我们刚刚写的这个方法还不够 如果你这个里面串订单里面 这些员工没有编号怎么办 是吧 先判断一下是吧 查询的时候先判断一下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把它加上啊 如果 UUID啊 不为空啊 我习惯是把这个那写在前头啊 不等于这个UUID 应该是等于空啊 等于空我就直接不查了 直接返回了啊 直接正那 那相应的下面的这个我也把它加上 好 这就能验证我们这个代码逻辑 写的严不严谨啊 那在这一步呢啊 我就没有 我的课件里面就没有引试这一步了啊 是直接 直接写在这个里面啊 但是呢我没有知道啊 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严谨是吧 因为我这个订单里面是从一步步创建过来的 是吧 首先是创建 然后再审核 再确认 最后才入库 所以这个中间肯定会有这个员工 还没有进来的啊 好 我们再来 好 这下它全都出来了是吧 包括京东的 还有库管员的 我们全都出来了 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 一次就在服务端里面 如果说我们这个 跟我们的 我们的web端 跟我们的数据库 是在一个内网里面 那就是瞬间的事情 不管你是在